特别拖拖拉拉 干什么是拖拖拉拉 梦不唧唧的 最夸张的一次 他晚上去兼职下班 十点多钟回来 到那应该要十一二点了 那天晚上他把时间算错了 我骑电名车过去 骑五公里到地铁站接他 我在地铁站梦 我等了他两个多小时 我给冻僵了冬天的时候 我当时他也知道我是算错了 我当时因为我记得 那个地铁是二十分钟能到 但是我没有算上 我去地铁站和 从地铁站出来要多少 然后他也就等了 一个多小时而已 但是好几次这样 包括我在你寝室门口 等你一个多小时 那我也等过你 我有说什么吗 你还有脸说你等我 你等我五分钟 就开始不停打电话 不停发微信开始催 那我不知道你在干嘛 那是因为我们约好了 那我都跟你说了 我说我骑电名车在 我说你不要找我 那很危险 你非不听 我等你那么久 我有催过你吗 你没有催过我吗 你现在是在讲什么 你不是在催了吗 我就偶尔催你一下 但我不敢使劲催吧 你着急 你就是 那我不想去嘛 你非得让我去啊 那你早上来 早上你也非要脱迟到 磨磨蹭蹭的 我是非要吗 那我化妆什么的 我不得需要时间 那我要每天 捧着弓面的你乐意啊 那你不能起早一点吗 那我不化妆了 我都六点多钟就起床 来 我问问啊 你们俩今天来这干嘛来了 我就觉得他脾气太大了 这就脾气大了 脾气还不大 就是随便人家小事 就可以讲我讲很久 他对你好吗 你才告诉我 有时候挺好的 我听的啊 你看 钱他愿意给你花 下班他要接你 你不愿意跟他约会 他想黏着你 是不是 除了偶尔会给你发发脾气 但是他每次就是以为我好 然后为我着想的借口 但他不想一下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嘛 他的思想不一定也适合于我 那我就想我比较独立一点 我不会说什么希望一直黏着他怎么样 我希望有自己的事情做 但是他就不会 他就会一直觉得我就是没有在乎他或者怎么样的那种 你看女人独立的多有魅力啊 男人就在后面屁点屁点的啊 是不是啊 不是他这个不是独立的问题啊 因为哈佳馆女生就是对我就不理不睬的样子 那我不理你我完全可以不要你啊 我跟你分手不就分了吗 我问你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谈过啊 他谈过好多呢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 他每次跟我一起的时候 他就会讲到他前女友 然后有一次我们是一起出去吃饭吧 然后刚进那个餐厅的盏头就走 然后我就特别好奇 所以我说怎么 他说我前女友在里面 那我当时心情都特别不爽 然后那顿饭都没吃掉 为什么你前女友在里面你不去吃呢 对啊 因为尴尬啊 不能跟现任然后当着前任面一起吃 那很奇怪啊 没有 当时他那个前任女朋友的男朋友也在他对面呢 那不更奇怪吗 他们吃他们的我们吃我们的怎么样啊 不是那个男的眼神看我都很恶毒你知道吧 你可以回看他 或者你干脆不看到不就行了吗 那不是我走了算了呗 这五年小时你那么计较干嘛 那我要跟我前男友那样的话你会不在意吗 我不在意啊 因为你 那你每次讲他们的事情 那我讲人的话你会不在意吗 我甚不在意 你毕竟不就两个前男友吗 你看他还在意 他每次以他前女友的事情就是炫耀的这种 这哪里炫耀的啊 我实事求是啊 就是炫耀 好好好 你你今天来干嘛 我就觉得他如果皮肩要不改的话 我就 你就要踹了他 是这意思吗 啊 我说我还是不在意 你今天来干嘛 我说这个事 我先来干嘛 我先去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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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来干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独立也挺可怕 当时他追你 你同意是因为什么 我当时可能跟他在一起 就是觉得他性格挺好玩的 性格好 性格挺好玩 挺好玩 有很多比较新奇的东西 有很多新奇的东西 对 我会觉得就是 跟他在一起 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的 寻求刺激 也不是刺激 就是新鲜吧 新鲜 对 来 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奔卷 姑娘 我也问你一句 你还爱他吗 应该吧 你想跟他一块过吗 想 想 是吧 你知道你是一个巨婴吗 巨大的婴儿 他体型也像 你刚才在提到 我是个学生嘛 所以一直靠家里面嘛 说得理直气壮 你说欲点大家困难吗 你应该给我点钱嘛 说得理直气壮 你还理直气壮的说 你为什么要打两份工 请问你一个 二十多岁 伸手跟爹妈拿钱的 这么一个人 你有什么资格去责怪他 打两份工 对吗 所以你知道 你跟他两个人的问题是什么 你们是建立亲密关系 失败 这两个人谈恋爱啊 你们是慢慢在磨合 在建立一个亲密关系 你看 他进入社会了 他见识了越来越多的人 他知道生活是怎么样的 在你心目中 你还是那个 我只要谈恋爱 我只要吃吃喝喝的小男孩嘛 你现在的问题很简单 三个事情的低下 第一个叫 共情能力低下 你没有办法去和别人产生共情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痛苦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难过 不知道他为什么委屈 共情能力低下 第二个叫情商低下 你不知道怎么好好沟通 你只要用 得不得得不得 我说你的方式 来跟他沟通 第三个叫财商低下 不会管钱 又不会挣钱 还埋怨别人去挣钱 三个东西低下怎么办 很简单 一个方法 以后什么都他管 他来帮你管钱 他来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做 他来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花钱 以后保证你们 没问题 这姑娘心理想 未来的舒服好累啊 心态心 感觉像是要做一个巨婴的保姆的感觉 我就问你 小张 陆琪老师说的你服不服啊 挺实在的 挺实在的 挺实在对吧 其实 他说你暴脾气对吧 但是活生生是你怕他呀 你好怕他生气 也怕他离开你嘛 怕他不陪你嘛 装装渐渐都怕 但是呢你就嘴巴上硬 就是那种 你看你 你看你 你就笨 你看你就被人家欺负 其实 我觉得 你说他脾气爆 你一点都不怕他呀 他怕你怕得要命 你知道通常 越凶爆的人 有的时候是越胆怯懦弱的 就是因为里面虚 所以外面才张狂 外面越凶 里面越脆弱 我这样说吧 你告诉我 你前女友有什么优点 说说看 你不是常跟他炫耀吗 你前女友好在哪啊 很温柔 也不是 常陪你 最主要的就是 我说什么他听 你知道吗 你说什么他都听啊 所以你叫他不做工作 他就不打工了 是吧 叫他陪着你 他就陪着你 叫他打200块过来 他绝对不会打20 对吗 差不多吧 那他怎么被人家追跑的呀 怎么分的 也是说我脾气不好 那就没有都听你的呀 他要都听你的 你就命令他 不准走 他不就不走了吗 可见他还是不听你 对吧 我跟你说吧 不管你的前女友 有多好 多听你的 都不傻 一个好而不傻的女人 自然会选择 一个值得的男人 如果你不能够从巨婴 变成一个男生 男人 男子汉 那么再多好的女友 都终会变成前女友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前女友好 不值得炫耀 现女友好 才是本事 你能留得住一个 够好的女人 那才叫做光彩 你老是让那些 很好的女人 把你遗弃在他们 历史的后方 那有什么好吹的呢 对吧 所以必须要成长啦 不然 你的现女友 也快要变成前女友了 明白吗 好 那我就问你 除却她的暴脾气 你喜欢这个人吗 那我也告诉你一个真相 一个女人 可以用嫌弃的方法 嫌死任何一个男人 但是嫌弃 绝对不会让他们成长 如果你真的喜欢她 你觉得她是可造之才 你愿意陪这个巨婴成长 起码你得告诉她 哪些是你想要的 你想吃的 你喜欢的 哪些是你不要的 然后用鼓励的方法 慢慢地让她 从巨婴 可以长大一点 再长大一点 要不然你只能够 直接淘汰她 但如果你不学会 教男人成长 你再换八个男友 每个人都会有缺点 也很可能 就不断地换到 有一天你老 还没遇到一个 真正好的男人 好 谢谢 谢谢乃欣 你知道有一个词叫做 色力而内刃 它就是色力而内刃 你相反 你是色刃而内力 我所说的这两个词 还不简简单单是那两位老师所说的 他是外强中干 你是真有实力 我不是说一强一弱的关系 我所指的色刃而内力的意思是 这个男人表面上很凶 但其实心里很柔软 你表面上看上去很柔软 其实你的心很硬 你心里对这个男人是没有多喜欢的 他有种种的缺点 可能也有点意思 虽然他很懦弱又没本事 但是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或者是在生活当中 看多了很多聪明 独立成熟的女性 就因为爱一个男人 变得不那么独立 变得歇斯底里 但你不是 你的心还挺硬的 那你说让他饿着就饿着 虽然我很赞同 对这种男人的这种管理方式 是很正确的 但另外一方面也显示出来 你没有多爱的 我觉得如果我不对他硬一点的话 他根本不会改 我赞同你对他的这种方式 人就是这样 你比如说 父母不应该宠你孩子 对吧 但是在严苛教导他的同时 打又或者是骂的同时 心里是很柔软的 我怎么感觉不到你的柔软呢 所以这个东西很矛盾 方式是对的 但同时也显现 你对他 其实心情并没有那么柔软 你其实明明感悟到了一些什么 但你只是不敢说而已 比如说 你明明感悟到了 你不如他 生存能力不如他 情商管理不如他 你哪儿哪儿都不如这个女人 这是你第一点感触到的 第二点你也应该可以感触到 就是这个女人 没有你想象的 或者你所需要的 那么爱你 所以你总是用 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刺激他 让他多爱你一些 你知道一个女人 跟你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是没有希望的 你知道 就是你能够成为 生活当中的调剂品 但是你让一个女人 看不到未来 长此以往的下去 当他看见了更轻松的 生活的时候 他觉得不能给自己 带来未来的男人 你这种男人 他会像前女友一样 抛亲 因为你太不争气了 所以我认为 其实在这段感情生活当中 男人应该想象的是 如何更好地让自己独立 让自己像一个男人一样成长 女人应该好好想想 你到底喜不喜欢 你自己想想 就这样